其實我們銀髮族很多人都很在意說 好像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的財富怎麼會跟我脖子的 那個圈圍一樣的數量 錢越多 好像你的這個圈圈 游泳圈就越多 那個連輪 連輪 樹木那個連輪 好敏感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時候很多 銀髮族人都會想辦法說 我一定要把這裡勒住 其實現在很多選擇 你可以很輕鬆的 不一定說一定要把它弄這麼 也不是說每個場合都要那麼正式 好 那這個什麼 要腰口緊是嗎 就是可以素身的感覺 看出這個身材曲線 其實很多 很多比較年年長的一些長輩們 他們都會老是覺得說 自己的度位非常的大 所以那時候他們穿衣服 怎麼穿都老是覺得說 人還沒看到都先看到肚子 那這樣子很 所以要把它勒起來 就想辦法要把它遮一下 要不然就是 一路都是要很 就是一定要很挺的樣子 縮小物 縮小物 那其實呢 這個腰圍呢 你如果說 像我們有一點年輕的 你又把它勒得很緊 其實真的也是很不行的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也不舒服 整個晚上你可能都 好像呼吸都有一點困難 其實這樣很不OK的 是之前有碰過案例嗎 我碰過 我有一次在一個很大場合 一個宴會裡面 我有一個大哥 那這個大哥當然 他是我們那裡算是 搞不好鋼琴大哥也認識 他是有頭有臉的 呼風喚雨 大家都有頭有臉 沒有臉就鬼了 但是他宴請了 將近六百多桌的這樣子 是大人物 大人物 就是他覺得說 他那天一定要很挺 一定要不能有肚子 就要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對 一個很好的主人的樣子 所以他就把自己勒 不曉得用一些很不好的東西 勒在肚子裡面 會用膠帶藏嗎 就是這樣 有一種束腰 對 束腰 對 他去勒錯東西 可能那個材質不好 但是那一天我就感覺到 他不到三分之一的時間的時候 他整個人臉色發白 有一點鐵青 那我就覺得他好像呼不過氣 呼不過氣來 呼不過氣來 就真的是覺得很恐怖 你都會以為說他高血壓 或有什麼心血管疾病又爆發了 真的很恐怖 是 其實是腰這裡千萬大家記住 還是讓它自然一點 可是觀眾朋友一定會想知道說 那林大師有沒有什麼可以遮醜 但是我又可以穿出 時尚的這種褲子呢 有嗎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 比如說像這種褲子 我們可以你如果要兼顧說 一定要好看 你可以前面它是平的 一樣你可以有一點腰帶穿過 可是你看它後面的設計 絕效在鬆緊帶 哇 它後面還是鬆緊帶 有伸縮了 哇 你可以穿大概就很大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很舒服的這樣穿 其實這個都可以解決問題 而且你又可以兼顧到很多實算感 對 而且這邊其實這裡 腿這邊是可以有點塑形的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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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型 你看它還反折 那其實這種褲子 就是我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去選擇 襪口頸 是 襪子襪口頸這樣有錯嗎 很多人可能也會誤會 以為襪子我就是新買來 就是反正你也不去 要穿貼啊 不是嗎 我都喜歡穿這種半桶的啦 我不要穿太高 那這個算不算是襪口頸呢 頸嗎 太高有一點頸 而且它這個可能是夜市買的 所以那感覺起來 你怎麼把感覺起來 彈性有一點 你怎麼講得那麼實在 不是 勸大家 大家買襪子的時候 很多男生都會忽略掉 女生也會 就你一定要看尺寸 襪子是有尺寸的 襪子它有分M、L、S 它是有尺寸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穿一個 就是比較合腳 然後又很舒服的 那其實有些時候你的襪子 還是讓它有一點點彈性呢 有一點點鬆分呢 你會覺得讓你的腿 可以有一點呼吸 因為我們腳這一段都在走路 那你必須要讓它血液暢風 所以你會建議就是說 要有一點點鬆緊 有一點鬆緊 然後不要買就是小一號的 你一定要稍微再大一點點 我們有些時候 真的是你要先預先知道說 我們是要去什麼場合 那我們有些時候 襪子也選擇一下 大小適中 然後有一點花樣 然後襪子一拖也很好看